好,歡迎大家收看,我是小熙 今天想說一件事是關於最近在classical music 在音樂界很多人說起的 關於一個小提琴家Sugerman的一件事 那是最近應該是,其實也是上個星期的事 是25號,6月25號 在網上有一個master class 話說有一對姐妹是 拉給Sugerman聽 在過程中 Sugerman就跟他們說 怎樣去拉得musical一些 怎樣拉得有樂感一些 我沒有看到那條片的 因為那條片已經被校方 朱利亞音樂院下架 所以是,只是當刻Live Streaming 有得看 之後是因為以下這件事 而校方是Cancel了這條片 Delete了這條片 總之我們看不到 那所以我只能夠根據 這個叫做violinist.com 那我會在這條片下面 放一條link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 可以看一下 關於這件事 這個violinist.com 怎樣去寫 那寫的這個人 叫做 OK Miss Niles 那她 都叫做寫得客觀的 那她大致就是說 過程呢 拉完之後呢 那Sukerman就有些 評論 就說怎樣去拉得 musical一些 那但是呢 拉了很久 那Sukerman 都覺得他們 不夠musical 不夠musical 那她呢 就跟這對姐妹說 你們要多唱 你們要多唱 你們要唱多些歌 那我不知是否 她說到 即是重複說 還是她自己說到興起呢 她就說 不過 那不如我看回 在這一篇報道 她是怎樣說 初頭呢 她就說 即是這一對姐妹 拉得 To boxy Have fun The violin is a stringing instrument not a stringed instrumen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vibrato 即是說優言 跟著 我想是這一句 Sometimes if you have a question about how to play it sing it 這句都是正常 我自己都有整天說的 跟著她說 I know in Korea they don't sing 她說 一般 在韓國 在韓國的人 是不唱歌 什麼 然後她就 那對姐妹就 說 忍不住 就說 我不是韓國人 跟著她就說 Then where are you from 跟著她就說 她其實有一半 是日本人的血統 然後呢 再看下去 Sukerman 就說 唱歌 並不是在 她說 日本人也是 日本人都不是很善於唱歌 不是很常常唱歌 唱歌並不是在他們的DNA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聽這件事 覺得是否真是很侮辱 很冒犯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感覺 那確實是 我們亞洲人 譬如 不要說遠 說香港人 是真是很少唱歌 我們開不開心 我們不習慣 我們不會很旁若無人 在一個城市裡面 大家想想 你怎麼會在地鐵那裡唱歌 你怎麼會在 你怎麼會一路逛街 在那裡唱歌 當然現在更加是 現在個個要戴著口罩 那怎麼唱歌呢 他只不過說 Sukerman 就說 在傳統上 拒擊 再說多次 這個是Sukerman自己的感覺 每個人都可以有他的感覺 那 就是因為他的觀感 而你就覺得 他是不是在侮辱我 我感覺到 很受到冒犯 其實這次的影片 我想說幾件事 第一 Sukerman 是否真的侮辱 是否真是這麼大的事 這是第一件事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 我們經常都會有一些 Stereotype 黑板的觀感 那Stereotype 是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嗯 我想人人都會有些Stereotype 不論是 即視乎你那個 Subject 是什麼 可能是關於 對方的工作 或者是 對方是來自哪一個省份 或者是對方的職業 或者是對方的職業 不是我們特意想去 定一些框去 給人 根據他的職業 不是我們想這樣做 但只不過我們 觀察所得 我們得出這個印象 有時候這個印象 就是讓我們更容易 知道自己怎麼應對 譬如我們說 譬如我們說 譬如有些Stereotype 如果是稱讚 我相信大家不會 或者是比較 有讚的成份 大家不會這麼大反應 譬如我們說 哦 德國人做事 就很嚴謹的 嗯 日本人呢 就很守時的 那這些 這些何嘗 不是Stereotype 但是為什麼這些Stereotype 我想 不會有人 是 大做文章 或者反對 或者我不同意你這樣說 嗯 不會這樣 我們說 哦 意大利人 或者法國人 很浪漫 那這個也是 根據我們的觀感所得 譬如我們想起意大利人 即是很難 沒有這些Stereotype 我們想起意大利 我們想起什麼 真的想起他的時裝 想起他的跑車 想起他的小提琴 好多東西 都是跟他設計有關的 我們想起意大利 我們很少會覺得 他會出產一些 是很沉悶的設計 的設計 不論那樣東西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一張 一本書的封面 即是我們不會這樣 我講起意大利 即是他天生是有一些美感 是跟他的環境 成長的環境有關 你想想他 即是他生活在意大利 曾經是羅馬帝國的地方 他們周圍還見到這麼多古跡 那些古跡不是在博物館 是在他們的市中心 是有一些 這麼多千年的古跡 那你很難不說這些古跡 對那個地方的人 是沒有多少分圖 那你有多少分圖 那你自然 你見到 或者你身邊的人 那其實那樣東西 就會影響到你的 那你就會有這些美感 那你不會 穿衣服 亂穿一通 是這樣的 全部個個是 我說個個 多數都是很得體的 我想如果有去 我自己去過 即是跟樂團 去過米蘭 在米蘭 是很難找到 肥的人的 就算一些 已經有小朋友 即是拖著兩個小朋友 我相信他們不是工人 即是那個 應該都是那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是好像模特兒那樣的身形 是很 行街是這樣的 那你很自然得出 是啊 他們的衣著很得體 他們很注意自己的飲食 一定是跟飲食有關 那 那得出這些印象 那這些印象 其實也是Stereotype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 難道說 我們只是可以接受到 好的Stereotype 壞的 即是你覺得壞的Stereotype 或者你覺得 批評 接著我就覺得好嗎 這些就接受不了 譬如 那你一個地方的人 總是有好的東西 總是沒有那麼好的東西 譬如你說德國人 那他有什麼不好啊 除了我們 他們做事很嚴謹之外 很守時之外 那他們是 比較上 是 不開玩笑的 他們是不開玩笑的 還有 我看 Grand Tour 他們其中一集 Grand Tour 是一個講 其實是一個講 以車為主題的節目 但是 其實是有很多comedy 在裡面 他們其中一集 是去到德國 那他們其實都是 即是這三個主持人 都是拿德國的這些 即是 他們一般人普遍 對德國人的一個 觀念去取笑 那我覺得其實 無雙大雅 就算你說德國人 即是不開玩笑 那不開玩笑 那不開玩笑 那你確實是 你比起英國人 你比起蘇格蘭人 是真的不開玩笑的 那譬如 日本人也是 日本人 是很含蓄 我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你 對人很冷冰冰 那只不過 你覺得 日本人 習慣上 人和人之間 除非很熟 否則 都會保持一些距離 但我不是說你 那個人很冷冰冰 很冷漠 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 而這也引申 我想說的另一件事 現在 在2021年 是 很多人 不知為何 想 將自己 當為一個 victim 是一個受害者 我想 大家其實 是 我想香港人 尤其是 在這 十年 二十年 其實都很明白 但是 有些 哪些地方的人 是經常當自己 做受害者 經常覺得 別人看不起他 經常覺得 你不抵得我們 今天 很強大 很有錢 你懷著 不可告人的目的 人家都完全沒有這樣說 那 我覺得 不要當自己 是受害者 不要當自己受害者 你 fait 你很難禁止 聽完後 就一笑 自知 那你為何要 滿在心上 還有 Sookerman 很有地位 出色的 藝術記者 你不跟聽 就當說的 沒有 你的 你就不用浪費 了 你要學她的 其娛進 你只是參考他的意見 人家說 我知道 韓國人不唱歌 然後你又要搶白他 我不是韓國人 我有一半日本人血統 然後又說 日本人很少唱歌 日本人真的很少唱歌 日本人真的很少唱歌 然後在網上 我想說很多網民 他們以為自己很思想 很liberal 很進步 然後他就說 我馬上可以想到哪幾個藝術師 Sumi Jo, Sara Chang,還有Midori 他們全部都是 Midori和Sara Chang Sara Chang是韓國人 Midori是日裔的 我不肯定他是不是還是日本人 還是他都是美國人 但是他們都是很出色的小提強家 我就可以想起他們 去證明Sugerman你說的東西是錯的 那你何必要說這些東西 Midori和Sara Chang 他們真的有訓練過 但是一般在那地方住的人 他們的文化不是這樣的 譬如Sugerman很喜歡吃意大利食物 然後他就說 我 葉兆熙 香港人都不會做意大利食物 你們沒有做意大利食物的DNA 那是嘛 我們不是吃意大利粉的 我們不是吃risotto的 是個看法 那你不是 你真的不是做那樣東西 你沒有這個文化 你平時做東西吃都不多 那你不要說做意大利食物 那你怎會煮些東西出來是好吃的呢 但是人家法國人不是嘛 人家生活有限 意大利人也是 他們對食物有要求 你看到 他們是不會有這麼多即食的食物的 不會有cup noodles的 他們是不喜歡 我所說的這些是stereotype 他們真的不喜歡 一些連鎖的美式的食品 或者可能是美式的咖啡店 他們覺得這跟文化有關 是不喜歡的嘛 那就是 那有什麼 那這些是stereotype 那有可能說 那不是啊 不好的stereotype 有些假的stereotype 如果真是假的stereotype 那有它存在在 就是時間能夠證明一切 但是如果它真的 對我們去了解一個地方 是沒有用的 或者是錯的 完全是100%錯 它始終都會忘記的 那些人都會忘記的 那要不要這麼執著呢 就是剛才說 這兩個姊妹就在那裡搶霸 Sukerman 然後那些網民又在那裡群起而攻之 又說要它道歉 那現在最新的事情發展呢 就是 Sukerman呢 是有 發一個 道歉聲明 那它就說呢 它會 以後呢 小心一點自己的用詞 那它希望 就是希望 它會 希望自己再做得好一點 那這樣 其實 它沒有需要啊 它真的沒有需要這樣做啊 就是其實 它真的有做錯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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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 如果Sukerman是 它要道歉 它就說 是啊 對不起 我以為 我不知道你是 半個 有日本人的血統 我說了你是韓國人 這件事我和你道歉 那它就是這件事錯了 它可以有它自己的看法 也不要說 國家 可能每一個省 都有 我們對其他省的 一些看法 我們說有些省呢 那些民風飆寒 我沒有說哪些地方的民風飆寒 但如果大家有看 國產007 大家就知道 哪一處地方的人是飆寒 如果沒有這些Stereotype 那你是沒有共鳴的 就是說 那個是 我不知道是 香港人或者澳門人 人家都沒有共鳴 因為都不是人家所了解的 那一件事 那 我們對地域呢 總是有這些 這樣的 看法 這個cancel culture 是 很危險的 cancel culture 再加 加 自己是 當 自己 是一個 受害人的 這件事 從前的教育呢 不是這樣的 從前教育就是 你不要管別人說什麼 你做好自己 但現在不是 現在自己做不做好呢 是 另一回事 是要對方 你不可以冒犯我 而我覺得 什麼冒不冒犯呢 是 我的標準 你不可以說我是 男人 你不可以說我是 父親 因為呢 我的太太已經 和我離婚 而我身兼母職 你呢 要說我是 mother 是真的會這樣 現在 如果你說我是 father 你歧視我 大家聽 我不知道香港人 聽 或者譬如亞洲人 或者看到這條片的 聽得明 中文的 朋友 你聽到這些 你會覺得 是不是很荒謬 對普通人 就以從政人的標準去看他們 但是呢 對從政者 就以普通人的標準去看 我講得是對 譬如在美國 我最記得 Joe Biden 現在所謂的總統 他在電視節目 對著一個黑人說 If you are not voting for me you ain't black 夠不夠種族主義 夠不夠歧視 你不投票給我 你就不要說自己是黑人 對不起 我有沒有看到 有這麼多人 有反應 他不僅是這一次 你說多麼多重標準 現在蘇吉文只是說 他們沒有唱歌的DNA 沒有就沒有 有多侮辱 然後你就說 不是啊 他侵犯我 他說錯了 他說我是韓國人 其實我是半個日本人 然後他還說日本人 都不會唱歌 或者唱得不好聽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那條片 譬如 粵劇 粵劇都不是人人喜歡 我自己都不是喜歡粵劇的 雖然我是講廣東話的人 雖然我在香港長大的人 但是不喜歡就不喜歡 那你就會說 為什麼你不喜歡粵劇 然後他們唱歌很尖 你會學出來 難道又說他很侮辱 唉 真是很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猜在西方 其實有些在其他國家的 你不是外國人 但是你在外國住 可能是亞洲人 你為了 追貼這個潮流 這個叫Woke 這個潮流 你就對這些東西 就格外敏感 有必要這樣做嗎 這件事對 這件事對 對整個社會是好的嗎 是健康的嗎 譬如我們回到 classical music 我舉個例子 譬如 Revel 寫過一首 我媽媽 在我媽媽裏面 是有 很多東方的元素 都沒有在 譬如 包括一些 pentatonic 的 scale 譬如 他們用那個很大的 那個螺 還是什麼 其中一首是講 他 我應該 我會 我會 那首歌的名字 但這些是東方的元素 譬如我們再講 Nutcracker裡面 糖果仙子 不是不是糖果仙子 它裡面有一個跳中國舞的 這些又是 這些何嘗不是 Stereotype 譬如看芭蕾舞 你看到 Nutcracker跳到那一段 總是有些女生 穿清朝的裝 很有趣的 這個是 Hong Kong Ballet 對上一個 production 的做法 幾個女生 穿中式的衣服 很有趣的跳舞 現在變成了什麼呢 現在 最新的 即是所謂最新 都其實 好幾年了 這個production 就變成了三個 阿叔 穿著清朝的裝 留一條清朝的邊 然後還有那些 很幼的鬍 那這些又是外國人 對 亞洲人的 Stereotype 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都是大家只有淡笑而已 就算他說 就是說 他說 亞洲人的眼睛很細 那麼 小就小 那真的有些亞洲人很小 有些人 亞洲人很大 好像外國人那樣 在classical music 最大的一個Stereotype 黑板的印象 就是 在樂器方面 就是對Viola 所有的Viola jokes 難道這些不是Stereotype 這些是很侮辱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是很侮辱的 明明我拉得多好 Viola 這些Viola jokes 總要是硬吃 那 那又怎樣呢 那是不是我一句話 我反對這些Viola jokes 又沒有用呢 不是 為什麼 會有這些Viola jokes 因為確實有很多Viola player 是不知所謂 我用不知所謂去形容 他們都不在乎自己的 他不在乎自己的 旋律 可能頭一二個Desk都還好 但是去到最後一個Desk的Viola player 真的 對不起 我真的很不客氣說 是真的很垃圾 連什麼把位都不知道 音又不準 拉又拉不出聲 就算有這些Viola jokes 都沒有用 都不影響到他 所以這些Viola jokes 就一直繼續 而坐在Viola section 的Leader 他也不在乎 而那些Condructor 也不在乎 那這些Viola jokes 就一直繼續在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一條片 我可以講過有Viola jokes 我的看法就是 我不是叫人不准說Viola jokes 我只是說我自己不會說 Section Leader 你有責任去確保 你的整個Section的人 都拉到 都拉到譜上面的音 是拉得好的 而指揮更加是 就是你有它 那這些Viola jokes 就一直繼續在那裡 那可能你會問 那葉兆熙 那你有什麼高見呢 其實高見都說了出來的 我們怎樣去看Viola jokes 就等於我們怎樣去看 這些Stereotype 怎樣去看這些黑板的觀念 就是有它 你就是做好自己 我們說對方侮辱 這一件事 但我們覺得侮辱是不對 我們說侮辱 我不會說它對還是不對 就是侮辱其實是 言論自由表達的一件事 那如果我們說有言論自由的話 是真的應該連侮辱都包括在內 如果不是 我們說有些侮辱就可以 有些侮辱就不行 那哪一個決定呢 不就是Facebook 不就是YouTube 不就是一些所謂的傳統的媒體 它說OK就OK 它說不OK就不OK 然後大家就要跟著這些 大公司的看法 哦是呀現在不OK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 有Stereotype 就是有Stereotype 就是很多 這個關乎言論自由 另外也是關乎創作 我想呢 如果說到Stereotype 英國是最多 這個本質也是Stereotype 但是我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是 有很多喜劇 他們其實有很多幽默 英國人是很有幽默感的 還有他有很多冷笑話 他不會當面說你 做得對 做得不對 他會說得很含蓄 日本人也有點像的 那 有時候呢 就是 在一些 嗯 Comedy 裡面 你會看到一兩句 這些 喜劇裡面 你會聽到這一兩句 這些 就是笑別人的 大家剛才聽我說 譬如Top Gear Grand Tour 很多時候呢 那三個主持人 都會笑這些德國人 或者笑一些 南美洲的人 那大家笑一下就算了 可能有人會覺得 不是笑一下就算的 那你不笑一下就算 那怎麼辦呢 那你 對 全部沒有笑話 那結果會變什麼呢 那你不如去極權國家那裡住 就是現在的問題呢 是 你的笑話就可以 你笑看見就行 你笑川普就行 就是你做的就行 那但是如果 別人做的就不行 就是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那你說對一個地方的 創作是 幾大問題呢 就是當你一個地方 是沒有了這些 嗯 喜劇啊 的時候呢 沒有了一些Stereotype 沒有Stereotype 是會沒有了喜劇 沒有了很大部分的 沒有了喜劇的話 我想不會有 Simpsons啦 The Simpsons啦 The Simpsons 經常都拿 這些Stereotype 去笑的 什麼時候我們變成這樣呢 我就說我在這個 叫做Vionist.com 在他們 share這段 在Facebook Page那裡 寫了一段留言 我就說 我不覺得 有什麼是冒犯 身為一個亞洲人 那 我不覺得 身為一個亞洲人 是受到冒犯 但是我就說 現在很多人呢 是 好像豆腐一樣 動一點 就說你冒犯我 好像他們 整天就要找一下 他們 有沒有說錯 有說錯 原來你不是同路人 接著我就要聲討你了 這個文化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 這幾年 是很嚴重 即使 在 一些我們覺得 是傳統 很保障 人權 很尊重 言論自由的地方 都是 是我覺得很可惜的 也是很牙煙的 一件事 然後我在這個留言 當然下面有很多生氣 比例上 多數人就說 你不要搞錯 這樣 我不同意你這樣說 你不可以一句就說 我是 Sukerman 個人的意見 你不可以一句就 輕輕大過 這樣 那我又想問回 Sukerman 不可以 那難道從政者 又可以嗎 為什麼我在從政者 那裡我沒有聽過 主流媒體報導 為什麼我沒有聽過 有這麼多人說 對啊 身為總統他竟然說這樣的 他真的很過分 為什麼我沒有聽過 這些 為什麼我只會聽到 那他人是這樣的 我們最不想的 就是多重標準 現在的問題 就是多重標準 然後 大家猜猜 我這段留言是怎樣 我想找回 都找不到 我想看看這個留言 可以有多少個 生氣 都看不到 是被人刪除了 而有另一個朋友 亦都是表達類似 他不是類似 我講他 他講了什麼 他留言就說 我覺得這兩姐妹 應該要謙虛些 為能夠上到 Sukerman 的課 而是為這件事而高興 那我覺得他講得很忠肯 但你知不知道 這個留言也都沒有了 這個聲稱是 是vowliness.com 大家看起來以為 說說小題 但原來是 這麼政治化的 如果真正的做法是什麼 我放在這裏 就被人罵 我講得不好 就被人罵 我在YouTube上 我從來一個留言 都沒有刪除過 如果是那些廣告會刪除 但是有一個小粉紅話 不應該叫小粉紅 這是大陸的用語 有一個 我猜應該是 大陸一邊 一個人 他就在這裏說 為什麼講廣東話 狹藝的地方主義 那就有他講在這裏 狹不狹藝 我就不知道 我講廣東話 就是我講廣東話的自由 但是我也覺得 他有講這件事的自由 即使我不知道那件事 是不是發自他的心 我沒有刪除過他 大家可以看回我最初的那條片 一條講 怎樣開工的片 你見到他在這裏 有人亦都說 他有他的自由 即是說 我有我用廣東話講話的自由 但是我沒有刪除過那個人 但是現在我在 violinus.com的Facebook page 這個留言 是找不到 而是沒有人跟我說 我犯了什麼事 不是被Facebook刪除 是被這個負責人 這個Facebook page 這個violinus.com的Facebook page的人 是刪除 或者可能是被這個 總之是他們的負責人刪除了 這些是討論嗎 我只不過表達我支持 我只不過表達我支持 我只不過講這件事 然後就這樣了 其實再講 別人講的那些話 是不是侮辱呢 還是別人講的是事實呢 其實好看你自己怎麼看 你只要覺得別人講的事 是事實多過偏造 那你已經是可以做一些正面的事 如果你覺得別人講的是 捏造出來的 你一是覺得他 不用理他 或者一是就好像現在這樣 很上心 那你上心 那又如何呢 我想這條片講了很久了 主要都是想講 最重要都是自己怎麼看 我們不要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去要求別人 如果你真的要求別人 那麻煩你用回一樣的標準 就不好 A呢 你就對他很寬容 B呢 你就立刻群起而攻之 最不好就是這樣 有很多在 我不知道在東南亞的國家 在那裏 華人呢 是 我都不怕說 我們是馬來西亞 這個確實是事實 我太太是馬來西亞人 她亦都說 在馬來西亞 口講 幾個民族和諧 當權者講 一定是講和諧的 那實際上是不是呢 只講入大學 大家的取錄比例都不同 明明那些 當地人 可以不用讀書 可以讀書好 成績好差 但是呢 是分了某一個學位 某一個百 一個很大部分的學位 是給 這些人的 那 即是在那裡地方 香港的 華人 你是不是首先 應該對這件事 群起而攻之 然後再去講 第二個國家 即是你比較起來 哪一件事嚴重一點呢 現在擺明 你的社會的政策 是完全 側重 某一個族群的人 而你選擇的態度就是 那都要接受的 難道會怎樣呢 這樣你就接受 哦 你見到Sukerman 他是一個 沒有權 沒有勢 純粹是一個 有名 有名氣 有錢的 一個普通人 跟著你就 你就 這樣去 聲討他 那這個是什麼 心態 即是如果你有本事的 你就 你就和你 當地的政府在那裡說 為什麼不在那裡說 然後就說 是呀 Sukerman他很過份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肯定這條片會有人同意不同意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 我的看法 我記得我去讀書的時候 講起這個和標籤化也有關 我們標籤去某一類人 我去到音樂學院的時候 在坎培拉 唯一一個香港人 如果你說亞洲人 那個比例 可能是 一百個澳洲人裏面 就只有三個percent 三四個percent 我說得出有幾多個 亞洲學生 台灣人 台灣同學有多少少有 我沒有記錯 都有四五個 這樣 那第二些學科 即那間大學 第二些學科 當然多很多亞洲人 會讀工商 亞洲人喜歡讀工商 亞洲人 醫生律師 也是stereotype 那這個stereotype 是真的有這一點的 總之在音樂學院裡 我想說的就是 他們不知道 那個校務處 就說 什麼international students 還是怎樣 我們會有什麼支援 什麼 我就跟那個 負責校務處的那個 那個 其實是 我覺得他有點像保母 他是很關心那些學生的 尤其是那些亞洲學生 那我明白他是出於關心 他絕對是這一點 但是我亦都跟這一位 這位職員說 我說我不想被人覺得 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是一個學生 就是這樣 我和大家沒有分別的 我和大家一樣 都在這個地方學 任何 只不過的分別就是 我不是澳洲人 我不是以英語 為我的第一語言 就是這個分別 但是我不想大家覺得 立刻要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就不需要這一點 我不需要這一點 視乎自己怎麼看 最重要都是一個人 你要夠堅強 你夠堅強的話 你就可以不怕 所有這些人的善意 或者惡意的批評 是不要緊要的